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爹 你咋了 咋了 明镜与点点栏目 爹 你不舒服啊 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把爹不舒服的事告诉你休休阿姨 太阳是从哪边出来了 讨厂长亲自送孩子上学 梅娃子说 说咱们可以在一个锅里吃饭了 梅娃子 阿姨是这么说的吗 不是 你说的是不但俺爹 就三点 行 你胡销上课去 休息阿姨就是这么说的 这小子就愿意跟我交集 你的意思我没猜错了 你愿意来就来呗 反正也不差你一个人 都加了把子劲啊 来来来来来往进车上装啊 哎哎哎包子啊 把车放下 放下 哎呦我没事 叫我车上装啊 啊 造谣你要再不听见 真把你送董事上去院子 才把这水鼻涵 suppliers 哎看看 哎哎哎哎哎 哎 哎也给我找新家属房吧 啊 我不想住办公室了 ák 哎呀太好了太好的 哎哎呢太好了 哎你放心吧 你行啦 我干活啦 太好了 太好了 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好团长 你身体好点没有啊 注意休息别太累了 让我干活就不累了 人风喜事 精神爽 啥喜事啊 傻丫头 不知道了吧 成吗 成的 快点啊 愣着干什么呀 快点啊 愣着干什么呀 微微 她的手好像在动 好像醒了 好厂长 感觉怎么样啊 好厂长 感觉怎么样啊 早一点没有 早又给我整这儿来了呢 你们都跟着这儿去 受灵了 我就是摔了一跤 别难受 还开玩笑呢 都快把大家吓死了 你知道吗 已经昏迷大半天了 还累了 回 回办公室躺会儿就好 躺好了 不许乱动 不许乱动 这儿还舒着夜呢 那你 你这屋里一虎子腰儿 我躺不住 老子 你就好好躺着吧 本来我们要把你送到总厂医院的 你一直昏迷不醒 我们怕道远 把你耽误了 就没敢动你 刚才我和耿副厂长都商量过了 无论如何 得把你弄到总厂医院去检查一下 是啊 包子 你呀 别在这儿硬撑着了 行了 行了 你来咋又来了呢 我这身子 豹子 去吧 别让大家替你担心了 你叫我啥 豹子 我陪你一起去总厂医院 你就别去了 这孩子们还等着你上课呢 离不了你 再说了 连娃子也得有人照看 好 进来吧 李医生 这是好厂长的花眼袋 你给看看吧 大夫 你啥情况 你等等 从担子上来看 你的病情还真说不清楚 你也知道咱们这儿条件有限 我还是建议你到省城大医院 好好检查检查吧 哎呀 哎呀 奶奶看不清楚 就是没啥毛链 哎 豹子 去哈尔利云民医院 那儿条件最好 哎呀不用 豹子 你觉得有事就晚了 马上走 我这是 哎呀 就算他们求你了啊 你为了莲娃子 你为了沈秀 咱去一趟吧 去吧去吧 啊 好 二位总之啊 你们这个病人 病情相当严重啊 啊 这个病人 在战争年代 有好几处创伤 都在身体的致命地方 虽然保住了性命 但是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 这些年 又因为生活艰苦 劳累过度 积劳成绩 他的五脏六腑 都受到了严重的损伤 如果不找一个大医院治疗 恐怕会有生命危险 医生 那咱这还不算大医院呢 以我们这目前的能力 治不好他的病 你们抓紧到北京去 给他好好地治疗治疗 不是 那北京哪个医院能治啊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我只能说 试试吧 那照你这么说 就是到了北京 也不能保证治好他的病 是吧 这个我不敢说 但我们这儿 是无能为力了 霍德 霍德 你难受吗 嗯 受好了 大夫早说 大夫没说啥 没想睡 有点小问题 咱得去换个医院 再查查 换个医院 是哪儿了 哎呀 哪儿要是稳妥起见 去北京呗 我下车 去北京 用对我看看 看啥病例啊 咱这具有啥到不了了 你让我看看什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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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我说 你出去 对不起啊 一个当兵的 每次在战场上 都走的是这么个死 别瞎说 你行吧 早进去 早进去 回去吧 哥 郭总 夏生姨 夏生姨先去看看 是 咱去一趟 你俩的好意我心里了 那你来想想 朱车斌 他就算治好了 在场子里有那么些钱 是不是 我跟这共产党干革命干到今天 迟了 咱国家才成立几年了 哪有这些个闲钱 你说 为了我这半条命 那不浪费钱吗 是不是 行了 走走走 那场子里还有好多事 走 老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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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就让北京看看呗 咱就让北京看看呗 咱们就这么酱了 就看看呗 涨子 我说的话你俩听不明白啊 不是这病有啥看的 那不就是浪费钱吗 你干什么 你死的干什么的 这病历就算丢了 今天看病的事 跟谁也不能提 不管是上级领导 还是厂子里的同事 如果有人非要问 就说 说我没啥大病 啊 又说我调了两天就好了 我跟你俩说啊 今天这事 是要是泄露半点风声 我就对谁不客气 这咋 这 西洋 多吃点青菜 你爹是昨天晚上回来的 是啊 给俺带了好多好吃的东西 还有文具呢 莲娃子 你平时发没发现你爹说 哪儿不舒服 你看没看见过 她捂着哪儿说疼啊 看见过啊 可她不让我告诉你 你告诉秀秀阿姨 她捂着哪儿啊 应该是腰吧 那她今天早晨 跟平时一样吗 一样啊 刚安起来的时候 她把饭都做好了 早晨 知道了 我不是 Now 我的老师 可不可以 你不想要去找什么 找我 你不想要去找我 我这样的想法 你才能把你做你做什么 像他般人把你做的 我现在只是找我 真的带你来 你自己做什么 什么 如果说我这身子骨顶不住了 我希望你们两个 在进冬明春之前 把这个任务完成了 来 放松 你先把酒杯放下 你这都说啥呢 整个像临终遗嘱似的 我不爱听 你不爱听我也得说 把话说开了 这心里也小动了 这整个人就清管了 山岳在的时候 念过一首诗 这诗是谁写的我忘了 不过呢 有那么两句我听的挺对心思 叫 生当做人节 死亦为鬼胸 听听 多耐劲呢 这打仗那会儿我就在想 咱们这些当兵的 要死就该死在战场上 马哥果实 捐军杀场 那他叫光荣 咱俩谁想过 能能活到今天呢 尤其是我 还成了革命功臣 劳动模范 你们说说 这和咱们那些牺牲了的战友相比 还有啥不知足的 我这个人呢 就不愿意平平淡淡 窝窝囊囊地活着 那么活着 你不能为老百姓做事 不能为大家伙做事 到头来 还累人累积 白吃白喝的 最后老死在床上 那这么活着 还不如不活呢 长长 我明白你的心思 你放心吧 我跟赵副书记啊 肯定会带领全场的职工 完成好 修建房老干局的任务 老子 你看 这话说到这份上了 这事 我们就算影响了 不过我们也有一个要求 从明天开始 就在家好好躺着养病 坚决不能再到工丁 上去了 那 那你不得憋屈死我呀 天顺呐 我呢 没事 就到工地上转悠转悠 挑下轻快活干 这总行吧 你说话算数 算数 来 我来我来我来 这第二件事啊 是个私事啊 是 关于孩子的 万一 我就说万一啊 万一我光荣了 会有一笔抚恤金 有了这笔抚恤金的 那孩子 孩子的生活费就不成问题了 可是 可是跟谁过啊 老子 别说了 就算有万一 你放心吧 莲娃子 就是我的亲儿子 何厂长 何厂长 嗯 哪就是喜啊 我能不能叫你哥 哥 哥 你放心 我和薇薇 会把莲娃子 当了自己的孩子 来 我说 那你和沈秀这事 这事 我能处理好 你们就别藏心了 爹 爹 爹 您怎么来了 接你回去啊 从婶婶回来 也不治一事 忙吧 检查结果怎么样 啊 一点小问题 大夫说了 养一段时间就没事了 那小问题是啥问题啊 谁跟你说了 你也不懂 别操心了 豹子 晚上过来吃饭吧 不了 我们爷俩 想单独待会儿 走 你也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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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王子 别玩了 来洗脚 好了 来 爹给你洗啊 爹 你不是说 我已经这么大学生了 要自己洗脚吗 在爹眼里啊 你再大都是个孩子 从今天开始呢 每天晚上 都有爹给你洗脚 他给你讲故事 好不好 好 那你晚上不开会了 不开了 每天晚上都陪你玩 太好了 爹 咱们会讲故事吧 你想听啥 讲 讲阿娘的故事 行吗 你咋想起来 打听你娘的事 因为别的同学都是我娘 居然没有 谁说你没娘了 娃子 你记住了 你娘她叫蓝珍 长得可漂亮 对我秀秀阿姨漂亮吗 对我秀秀阿姨漂亮吗 其实你秀秀阿姨 长得和你娘很像 她俩一样漂亮 真的 真的 你娘啊 是咱们老家最漂亮的女人 也是最勇敢的女人 那娘姑醒不醒吗 你醒过 你娘啊 不光给你洗过脚 还洗过你的小屁股 你娘可疼你了 总是把你背在后背上 到哪儿都背着 洗好了 擦擦脚 来 来 上床 爹给你好好讲讲你娘的故事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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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娃子 你今天一直在偷偷的看秀秀阿姨 上课的时候还走神 那什么呀 能告诉阿姨吗 啊 你爹说你跟阿姨长得有点儿像 那你爹还说什么呢 啊 你爹还说阿姨是怎么疼啊 亲爱 给阿姨洗脚到哪儿都背着 雷娃子 想你娘了吧 雷娃子 谢谢阿姨 你以后就向你亲娘应要疼你 啊 我走 爹 我不要声 不要声 我姐 你以后就想多了 你别说明人 有什么事 我还是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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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 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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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的 怎么那么客气 你有什么话要跟我说 从今天开始呢 娃子就不跟着你在学校吃饭了 为什么 总为了孩子拖累你 不合适 我喜欢连娃子 我愿意带着她 医生让我休养些日子 反正我闲着也是闲着 我觉着我自己能照顾好孩子 不用你操心了 你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没事 你到底得的是什么病 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不是啥大病 那病历呢 给我看看 丢了 回来路上丢的 你要是不信 可以问问天生和希望 豹子 你到底怎么了 你去省城看病之前 对我不是这样的 我去省城看病之前 对你是傻样 我去省城看病之前 对你是傻样 以后别跟我去包子 她的身体真没什么大问题 刚才不跟你说了吗 查出点小问题 没什么大事 可我老觉得 她好像有什么事瞒着我 自从她从省城看病回来之后 对我不冷不热的 你老是躲着我 秀秀 不要想太多了 好商长的为人 你又不是不知道 她可能是眼下工作太忙了 顾不上来这么多 等你们俩结了婚就好了 结婚 我都不想说你 咱们俩这么多年的好姐妹 结婚这么大的事 你还瞒着我呀 真行 薇薇 你说结婚是什么意思 还跟我装糊涂是不是 好厂长亲口给赵副书记说的 说你们俩的事成了 还让赵副书记在家属院 给你们俩留一套房子 说等生完大学 春节你俩就结婚 你真的不知道啊 她没跟我说过结婚的事啊 既然这样就更不对了 她不该对我是现在这种态度啊 你俩 这样啊 好报告呢 现在身体虽然没什么大事 但毕竟查了点小毛病 这段时间不管怎么的 她对你什么样 你都不要兴趣 病人嘛 毕竟心情有些烦躁 是不是 是啊 没什么大事 过段时间就好了啊 来 来了 来了 沈秀啊 来来来快 快到屋屋说 不了不了 我在这儿说两句就走 我想问一下 好报器省省省看病的情况怎么样啊 挺好的 没啥事 那她那个病例呢 病例路上弄丢了 照夫书记 好报是跟你提过 想要一套家属房 说过完春节要结婚吗 啊 她以前是说过 可是后来 就再没提这事 你进屋待会儿吧 不了不了 那我回去了 上次就在这儿 你说你能处理好和沈秀的关系 就这么处理啊 你这不是折腾人吗 宝哥 我理解你 你是因为身体情况 不想拖累沈秀 可是你采取的办法不好啊 与其这样 你不如把事情 真相跟她说清楚 明确地提出分手 沈秀是个杀人 你俩不了解啊 她那脾气 说了能听啊 进来 葛副厂长 照夫书记 我们正在开会 研究下阶段的工作 你有啥事啊 会很离开完呢 啥事啊 我听莲娃子说 你最近腰疼 我给你做了个皮护腰 你戴上它 能舒服一点 这玩儿我有 用不着 再说了 这孩子的话你也信 没别的事吗 还有 房子的事 啥房子的事 我听照夫书记说 你说想要一套家属房 修完大渠 过了春节要结婚 不错 我是提过房子事 可没说要结婚 跟谁结婚 郝宝 你还没学会撒谎 你就别装了 原来不是这样的 你有什么话 就直接了当的说出来 怎么去了一趟省城 看了病 就变成另外一个人了 今天我当着他俩的面 跟你把话说清楚 从今天开始 咱俩之间 只是同志关系 再没其他什么关系 沈秀同志 如果你没什么别的事 就请你出去 我们还要开会 老哥 你用了这个世界上 做愚蠢的办法 解决了这件事 你只能这样了 肠痛不如短痛 但愿有一天 沈秀能理解吧 走 姐夫 豹子一定是出事了 姐 你相信我 要不他不会突然 改变态度的 你别急啊 秀秀 你说 他真的是从省城看病 回来以后 态度就变了 我 Guess 你越来越来越来越多了 就像那样 你越来越来越多了 你越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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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江腿 我也为越来越来越厉害 你越来越厉害 我 你越来越越了 喂 龙山农场 找哪位啊 我就找你 市长 有啥指示啊 豹子 我就问你一件事情 把你从省城查评的情况 如实地告诉我 必须要说实话 不允许有任何隐瞒 市长 是不是 沈秀在您那儿 你别管他 就说你查评的情况怎么样 我这没啥大病 就是这些小问题 什么问题啊 这 这什么 这个谎不好擦了是不是 豪宝 你十几岁就跟我参加革命 咱俩谁不了解谁啊 你呀就别再想着变瞎话了 其实我完全不用打这个电话 我派人到省城院一闸 不就全清楚了吗 我还是希望你能够亲自把实话告诉我 你一直都是个光明磊落的人 你不说 肯定有你的难处 为了让我们大家都为你少操一点心 你就别再隐瞒了 包子 我现在以组织的名义 命令你 把事情说出来 市长 我可以把事情告诉你 但我有个请求 我希望 我的病情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不要因为我 让大伙担心 影响工作的进程 好 我答应你的要求 你说吧 好不好 你这个小子 你让我说你什么好的 这么大的事 你为什么要管我 好了 下一步看病的事情 我来安排 在家里给我好好地待着 接到我的通知 马上出发 延峰 立刻给我收拾东西 我要马上去北京 找王阵将军 给好包找最好的医院 老邱 包子病得很严重吗 修修 别再怨包子了 他也是不愿意连累你 才这么做的 省城医院说 包子病得很重 他 他们无能为力了 我需要你生气 还是会发生的 致附近 那儿 梢飞 那儿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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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